你好,今天是2023年11月18日 想跟大家說一下財經新聞的解讀 第一個想說回昨天的議題 只有一個叫做陽光家園的聲明,沒有其他 報紙只是說了現在習主席提出 我們要關注一個叫做可持續的發展 就是全球的金鎖匙 即是說未來大家要去看的 就是怎樣令到那個世界可持續 世界可持續在那個ESG 即是在那個環境那方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叫做要素 就是昨天說的那個叫做轉型的金融 即是大家聽得明白就會明白 即是整個中美會談只有一個 是有一個共同的聲明 那就知道在中美只有一個方向是可以合作的 你要去找那個商機就要在這裏去找 那麼這個是要去找那個商機不容易的 但是別人說了給你聽的方向在那裏 就要去想方法了 那麼除此之外呢就想說回 例如那些股票市場 最近的環境是沒有之前是這麼惡劣 為什麼呢?就是跟那個匯率是很有關係 即是美金那個強勢就暫時高一段落 你說是不是不會再強呢?不敢說 利息比之前五厘回了下來 少少 你說五厘是不是見頂?我也是不敢說 因為現在很多人會是很有趣 即是會是一個島 尤其是一些叫做金融的機構 就會說五厘是見了頂的 因為長債十年債券 如果不是這麼說的時候 他們那個金融產品就很難賣 因為屁股決定老袋 因為他們是在做一些金融的產品 那金融產品你說要去長期做到一個很吸引的數字 七厘八厘九厘十厘 在宣傳小冊子裡面是會做到 因為他們會找到一個叫做時間軸裡面 他的產品是可以有十厘回報 因為他選那個起點 選一個位是很漂亮的時候 他一定是會選到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在投資市場裡面做bad testing 你一定是會做得好 就是說那些圖表派那些 如果你用一個到後鏡去看 他一定會給你一些按例 是會是適合 譬如陰陽足圖那些 什麼三隻烏 什麼黑武士 吊頸 那他一定是找到一些很絕佳的例子 是去告訴你 那這樣就成立了 但是當在那個市場裡面 千軍萬馬裡面 真的做到這個形態 是不是每次都可以 不會 因為始終這些形態也好 或者是那個叫做 這些叫做技術分析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叫做機率遊戲 那可能你 有些是可能是得三成準 有些是五成準 有些是七成準 那三成準 五成準 七成準都無所謂 因為只要是你 成你贏的那個幅度 跟你那個輸的幅度 是作一個比較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你給人的勝算會又高幾多 等同去買馬這樣 有些人就喜歡買熱門 有些人就喜歡去買冷門 那你譬如買一百次 中一次 那一次是可以 掩蓋那九十九次的輸的錢 那你就沒有問題 那這個你是要有 很有定力 也都對自己那個交易策略 是非常之有信心 你才是這樣做 那反過來 你會看到很多那些叫做 有些叫卵商 牛熊症 牛熊症 那些叫做凝骨症 那些 那其實他們是做什麼呢 其實他們是接近做莊 那他們賺 不是賺那個方向 他們有一個叫做 Delta Neutral 是一個叫做忠誠 他們不會錯盤 就是等同你 如果做外圍 你收波欄 你收波欄 如果你不坐盤 你是沒事 因為你是收收水位 萬聯對利物譜 這個買2比0 萬聯贏 那個買利物譜 3比0 這個又買萬聯贏 幾多樣半一 那個又收他的盤 那你收回來的盤 其實是有一個 我們叫做Delta Value 那Delta值呢 要是呢 可能是記得到 最生氣 萬聯是輸0.3 輸0.3 算到那個值是輸0.3 那如果那個艇仔呢 走去射回大莊 那將這個東西 將這個東西 搞回到0 即是 買回 將這條票 扔回到大莊 變得他呢 贏輸都沒有所謂 因為為什麼呢 那個艇仔 賺的呢 就是賺那個 叫做水位 賺的差價 那 他就沒有問題 那 最擔心就是呢 他是坐盤的 因為我之前都認識很多 有些朋友 做外圍球 那他做外圍球 最後來就輸錢 因為輸錢是為什麼呢 有些賽事 很強弱懸殊 那對那個強隊 就很有信心 把那些盤 就不射給大莊 那摺了一個盤 最 Haut最後택貨 一爆爛的時候 就會出市 這其實是說的 就是你會看到 為什麼那些 金融機構 那麼有錢 請一些 鳞仔 鳞女 去告訴你牛熊正項號 股票項號是多少的時候 到買一些手段的時段 电台的时段 接着还有就是 一些铺张集资 去卖广告 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多钱呢 就是因为他赚的赚水位 那这就是说一些 铺脚 同样道理也是的,赌场也是 赌场赚是赚什么 赚他那个叫做 叫做 Law of Large Number 就是那个叫做大数法则 你跟他赌一两棵 你有机会赢他 但是如果是一个很长的 讲一万铺 一亿铺的时候 他那个赢面比你高一点 可能是51% 52% 那如果大家赚同事是一样的 好像买大小赚同事是一样的 那最后这些钱 都是留在赌场上 更加何况他们赚那个率 是不止51% 是更高的 所以就可以有这么漂亮的赌场 有这么多人去给那个叫做 有人去做派牌 也可以有免费饮食 其实那些钱都是出自你身上 那这个就是说那个叫做大数法则 那很多我们日常去碰到的那些东西 都是其实跟基律很有关系 就是买六合彩 买马 其实赌是什么呢 赌自己好不好运 你觉得自己是比其他人好运 你就买六合彩了 那为什么要买保险呢 就是赌自己不会有这个不好运 就是万一出事的时候有保险赔 其实都是讲基律游戏 一个和两个都是庄家来的 就是那个六合彩有一个人做庄 收了钱 扣除了所有东西才赔给你 他就一定是赚赚不赔 反过来保险就是另外一件事 收了这些钱 出事才赔 同样都是一些东西 一个就是赌自己的好运 一个就是赌自己 不会不好运 那这个都是 其实就是玩一个叫做大数法则的游戏 和基律的游戏 那第二个我想讲的就是 香港政府 最近就取消了那个 不是取消了 减回那个离讹费 去回原先那里 那很有趣 就是没有什么报纸 或者是杂志 就讲这个议题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议题呢 刚刚这么巧 昨天就做了两个访问 一个就是香港电台的普通话台 就问关于中美那个 见面有什么 就讲回刚才那样说 就是只有一个叫做 叫做 新加坡的声明 很少会做沽空和看跌的 也都不知道怎样去做 那个市场升的时候呢 很自然地就会吸引资金 吸引投资者就去做 那美国呢 始终还在上升轨的时候 就吸引了所有的东西 那你香港 虽然你减了那个 离讹费去回以前 那但是那些人 现在用手机去买美股 是非常之方便 那就已经是成为了一个 这个习惯的时候呢 短时间是不会回去香港 那至于以前 现在其实美股是零印花税 那去到那个 叫做 有些高贫交易 高贫交易是什么 就是有些是在 沽指数去买股票 赚那个市场那个 很微利的差价 是需要一些很高贫的交易 那那些荷兰人做得很厉害 那他通常以前呢 设计他的那个 trading room 就很接近 将军澳 这个港交所的那个税高中心附近 因为他们说的 真是争分夺毫秒 millisecond 这样的时候呢 如果那个有印花税的时候呢 他们的成本就会是高了 那就很难做到这一样东西 那有部分成交 那些人已经走了 离开了这个市场的时候 你再叫那些人回到香港 因为已经是解散了队伍的时候 你要再回到头 那就很难 那第二样东西又很有趣 香港的ETF 是不需要给离人费的 那其实你又变相了有些人呢 是会是要鼓励他呢 是参与炒卖 因为很多ETF呢 现在不是一些正正经经的ETF 有些是对到的ETF 可能正向纳斯达克指数的三倍 反向的纳斯达克指数三倍 恒指的三倍 各指的三倍 正反都有 那这些呢 那这些呢 其实呢 是绝对是鼓励你短炒 是投机 那究竟港交所呢 或者是政府 是不是想鼓励这些东西呢 那不知道 就是有时就是 我常看到是有些外行人 去领导一些内行人的时候呢 那就会做出一些 很有趣的决定 那因为香港很多的叫做官员 那其实他们是一些叫做文官出身 AO出身 那因为外于他们要去申报呢 有很多人可能是不会买股票 因为利益有关的时候呢 那也都不是去对这个金融市场 股票市场 那么清晰的时候 他们去做那个决定呢 是会有一些偏差 偏颇在那里 那所以是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那现在看到香港有很多情形 我觉得是很古灵精怪 那就是有些做文康处 做个apps 5亿多元 又错流八出 跟着做一个豪华监狱 50几亿 又是说没问题的 200多万一间房 又是没问题的 那真的不懂去解释这个现象 因为现在我听到有部分的商家 或者是地产发展商 已经是有怨言 就是觉得很多东西要求他们去做 野斑分 他们怎么去配合 但是在那个房地产市场里面 那么激活不了那个交投 他们卖不了楼 那个经济这么差 又有很多支出的时候 那他们是不是还想可以留在香港 去做投资呢 未必的 钱是有脚的 就是如果那个投资环境是好的时候 他就留在香港 如果不好的时候 在看世界上面有什么投资标的物 就是现在 Cash is king 再极致一点的 是Cash is God 这个地方不欢迎你投资 就投资第二岛 所以你说最近那些房地产 招标土地流标 我觉得是很正常不过 看不到那块地会带来会赚钱的 为什么要没有这些风险呢 就是如果我是发展商 你局可以去蚀本的 我就不投了 那你的条款要吸引 我才去投的 好像东涌地铁投标那块地 又要铺泊 又要跟他起好些东西 起好些东西又不是自己的 铺了一部分 起好些东西 成本加起最终的建筑费 整个成本价 有机会是输钱的 因为那个面包价 有机会给所有加起的 所有总成本还要是低 还要不知道 那个售楼的速度去库存 要多久才资金回笼 在一个利息这么高期的年代的时候 根本计不定数 做鸡不定数就不投了 这些是很正常不过的 要去选择项目的 选择一些项目 是有机会 拨到傻瓜 偷到鸡的 很便宜才去做 因为它也要计算一下风险 在那里 现在又看得到 今时今日已经是没有发展商 主动去收购旧楼去做 剩下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收尾 收尾就好像美丽华 对出那个香槟大厦 现在做的那些 就是一些 强柏 强柏是什么时候申请的 是说2020年开始申请 2023年才订到个底价去做拍卖 那他们搞了这么多轮 这个底价其实对发展商 明星是好事来的 因为他们那个价格 是跟到的时候 因为反应没那么快 可能是现在同意的那个底价 可能是大半年前 一年前 他们认为那个底座 就是那个商业部分 那个底价 但是现在那个零售这么疲弱的时候 是不是值这么贵呢 不知道 但是发展商又是迫住 因为他收了上面的住宅单位的时候 剩下这些单位要去统一业权 他都要迫住硬食 在这个价格去统一它 其实自己之前都帮过一些 叫做发展商 小型的发展商 就是去收购一些旧楼 那我帮的范围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一些酒楼 或者一些社区会堂那里 就跟他说 跟一些老街坊 跟一些业主来说 为什么发展商会用这些口价 去收购你 那个口价 住宅是统一的口价 商业是统一的口价 那个价格 为什么会计到这么多 因为在之前 他们加了一些税 Double Stamp Duty BSD那些 全部令到 现在是没有人 去买一个单位 去打口钉在这里 没有的 全部呢 就会是 可能他买了 十几个百分之后 就是之前很久很久 之前买落 跟着呢 就会 call一个大会 因为 就会给一个捆绑式的价钱 同一口价 那么多个单位 你超过八成 它就会给你买完 如果不到八成 或者不到九成 就是视乎你的扭龄 就是超过五十年的就八成 不超过五十年的就九成 大家照顾同意签这些口价 它才退现 是一个叫做有条件性的 conditional offer 给它 那么通常去做这些 叫做讲述会 那么实际上有些人 另外有些人就搞鬼 就是想查课你 不要去做 那么其实很多时候 其实很多人家 都是很想 接受收楼的价格 去搬去别的地方 但是有些人就说 这个价格不对 有些人就说 我的单位比它高 又要贵一点 这个又要便宜一点 因为如果大家都觉得 自己那个是补的时候 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价钱 发展商是不会 可以捆绑式 是做到 去那个收购和重建 就算是之前 有帮过的发展商 它成功收购了 以那时候去收购的价格的时候 到今时今日 我想它都是涉管收场 因为它看不到原来 那个利息突然间抽高得这么紧要 那么它都合于一个 艰苦经营的阶段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发展商一定会是赚钱 除非你拉开很长时间 几十年 由开始到现在 它是赚钱 但是如果你是 有些比较新进的发展商 去进入市场里面 如果是很进取的话 根本的风险不低 因为没有人知道几年后的市场是多少 你唯有是要预多一些利润的空间 就让你自己去走位 但是如果你预多一些利润的空间去走位的时候 根本那些原业主 也都不会很轻易卖给你 那么它反过来就在那里等 等市建局 因为市建局出名是可以出到一些高日价 因为在它那个收购里面 已经是订了用同区七年楼零的楼价 去做一个收购 那么它那个日价 一定是比现在它几十年楼的价格高出很多 那么这个是一个他们只有是市建局 才可以做到这个高的价钱 那么所以之前可能 土瓜华他们这么高挂收回来的地 根本就不会是赚钱 就是除非市场突然间逆转 升很多它才会是赚钱 那么照看整个市建局的商业模式 其实是接近保育 就是一些叫做社会责任居多 那么社会责任的时候 说的就不是一个叫做商业模式 不是一个盈利模式 而是说的 好像叫可持续发展里面 要去看那个社会 要去看那个环境 要去看那个经济可不可行 那么它就撕叉了一饭 就是它只是看社会 和看那个环境 他们就不需要看那个经济 因为有纳稅人去买单 不行就再找一笔钱 去补贴给市建局 给它运作 那么这个是两样东西 已经是脱离了一个叫做商业运作 那么香港有很多东西 就是大家经常都要说有很多福利 我们要提供很多资助房屋 公屋、居屋 那么大家不用想哪个买单 因为政府去跟你买单 很多人他只是会说 我要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不会去想那些钱在哪里 那么其实以前很多钱在哪里呢 就是靠埋地啊 靠土地啊 靠金融啊 靠整个商业是运作得到的出来 那么现在几个火车头都死火的时候 几个引擎都死火的时候 那么所以香港就出现赤字 那么香港出现赤字没问题的 就是香港还有钱 就是顶得到几年 那么这些官员都没所谓 就出了那几年量 那就是各个什么专员啊 各个官啊 几十万一年 去标了美会呢 是绝对没问题的 就是比我我都会这样做 因为那些问题 是可以去赖啦 就是赖外围啊 赖其他东西啊 没去到一个紧逼的时候 是需要去开源截留啊 或者是将那些钱扔在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这个我想留下大家去讨论啦 就是现实是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东西了 但是就有些商家呢 也都是对那个政府不是寄予厚望的 因为大家当是很有钱的人 他发觉整个环境不适合他去玩的时候 就是去找其他一些新的地方去做投资 那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的 拜拜